歡迎收看今天的Buyway 我是美希 今天要為大家開箱什麼呢 就是最近剛發的iPhone 14 跟iPhone 14 Pro Max 我們首先呢 就要為大家開箱iPhone 14囉 是不是很期待呢 自己個人非常期待 因為最近沒錢換 所以就只好開箱過過乾 看 各位 哎呦 Oh my God 這個擦掉 你看這個14 雖然不是就是 大家在網上最常看到的 粉藍色 這個黑色我自己覺得也是 非常好看耶 其實基本上呢 iPhone 14的規格跟iPhone 13 沒有太大的差別 然後價格大概就是差個3000塊左右 對 很多人都會在猶豫說 我現在本身就用13 我需要買到14嗎 個人覺得還是可以 是因為14它其實新增了蠻多軟體的功能 像是還有更精準的GPS定位跟車禍偵測的功能 iPhone 14跟iPhone 13一樣 其實都是搭載A15的晶片 雖然搭載的晶片是差不多 但是A14的晶片好像更厲害了一點 而且它加了2GB的記憶體 所以個人覺得 14其實也是可以入手 而且它相較於 14 Pro系列的價格 又相對輕盈許多 如果你最近想要換手機 然後想要你知道 被別人說 喔你換了新的手機的話 個人覺得14是非常無品的 接下來呢就是大家最期待的 iPhone 14 Pro Max了 好話不多說直接幫大家開箱 當初只看照片紫色我其實沒有太大的感覺 但拿到10GB就被欸 很厲害 厲害點在哪裡呢 就是它的外觀呢 其實就是會按照它光照的不同的角度 這樣不知道大家看得出來嗎 就是你光照不同角度 它會有不一樣深淺的紫色 就是個人覺得非常有質感 就是你看我就是這樣講電話聲的 這樣一直動一直動 然後邊邊看到你的手機一直在那邊晃 然後不一樣的顏色 接下來呢 就是大家最在意的鏡頭部分 這一次iPhone 14 Pro Max 直接升級到4800萬像素 再搭配四合一的感光圓件 那這個4800萬像素的部分呢 就簡單來說就是 你能排出質感很高的照片 論賽 本身i拍照的人呢 個人覺得是非常非常適合的啦 接下來就是永久顯示的部分 有時候你在開會或者是 你在忙的時候 其實有通知來或怎麼樣 你其實偶爾還是會想要看一下看一下的吧 iPhone 14 Pro Max呢 它就是新增了一個永久顯示的功能 就是不管怎麼樣 你的手機永遠都會顯示畫面 但是我覺得這個功能其實是見仁見智 看你自己有沒有想要就是手機拿起來就可以立馬看到畫面 好 接下來就是這次大家都非常期待動態導功能的部分 它就是把大家保驗的瀏海改掉 變成一塊的小小的瀏油在上面 這一塊小小的還有功能 不像之前的瀏海一樣 就是一塊黑在那邊 就是你也不知道幹嘛 但現在的動態導呢 它還有新增了一些互動體驗的技術在裡面 就是如果有Spotify那些 你其實放歌放一放它其實也會顯示在那邊 好我直接用Podcast示範一次給大家看好不好 好我隨便聽一個節目好了 聽一個台詞好了 有了吧有了吧 好 然後把它關起來 它就會顯示在上面 然後這邊會有圖示 這邊會有音量的部分 點開一下 那它就跑出來了 因為以往我們在iPhone的時候 它的通知其實都會在下面 或者是它顯示的那個小工具其實都在下面 然後上面有一塊 你就會覺得你的畫面很擠很窄 但現在變成動態導 它全部都在上面 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使用習慣 是不是很方便呢 再補充一下 現在iPhone 14 Core以上的系列呢 全部都是搭載A16的晶片 A16的晶片呢 就像Apple最新最強的晶片 不論是在省電還是執行效率上 都比A15在更升級 所以你是個如果比較追求手機功能 或是你本身有在玩遊戲 用A16晶片其實會非常的爽 好多個使用者的體驗就是Burban Burban 講了這麼多 相信大家最近還是價格的部分吧 像iPhone 14 Core的話價格就是 34900 然後iPhone 14 Pro Max 就是我手上這支的話就會是 38900 然後我覺得價格算還OK啦 雖然有一點點高 但是它的功能 它不論是在外觀還是性能上面都做了很大很大的提升 如果你是個喜歡拍照啊 然後希望手機效能好的人啊 個人覺得iPhone 14 Pro系列 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對 但如果你預算有限的朋友呢 也沒關係 我們就是也是可以參考我們的iPhone 14 iPhone 14呢 也算是一個性能上蠻好的手機 就看大家預算怎麼樣啦 Mix Fit 以上呢 就是這次的iPhone 14 跟iPhone 14 Pro Max的開箱 也歡迎如果你已經入手 這兩款手機的朋友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講多你的使用心得 這是今天的By the way 我是美心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等一下 先不要關 要記得 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